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助推咱们航母不但走上升篮 背后包含了一个个平凡岗位 平凡舰员的复苏和努力 现在我们舰上不会说区分男舰员女舰员 首先作为一名甲板面保障的舰员的话 要心思比较细一点 然后胆子大一点 动作要迅速 果断 就是因为它难 然后就是想去挑战一下 尖十五在在就是离得最近的位置 然后看着它放飞 然后回收这种感觉 就很真实 当它放飞成功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很自豪 是我保障的尖十五它又成功起飞了 就有这种感觉 在波海海域离陆地比较近 那个地方鸟类活动比较频繁 平时可能鸟类可以达到上百只 现在深入远海大洋 离岸岸边也比较远了 所以能看到鸟类的活动明显的减少 就算现在鸟类比较少 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 其实街上很多专业都是一样的 看上去很频繁 但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这样一带一带的 一批又一批的这些频繁 但是又重要的这些 岗位上的这些韩国人的接力 才构筑到我们的海上长城 这些人也不会有点灯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